我曾經有一點習慣 出去...我是錄影 都啊 都是錄影啊 出去找...出去那個... 騎車都在那裡拍 我會想要那個... 錄影啊 這是錄影 我到時候說... 喂 就是一起買一個上台 我...我同事... 就是我同事他們就在玩啊 那我想要買的是... 第一... 跑分距 對 第二... 可以讓人家放得掉 可以找一下啊 有啊 先看一個叫教室的影片 他就騎車錄影了 他們都騎檔車錄影超厲害的 三四個 看你怎麼都打開了 很猛 吃完早餐啦 有個白癡沒有帶到手機充電線 這是我們的巨人 沒有 很好 你要回去拿到你的手機充電線了 那我們就約在學校那邊等了 對 好 嗨 大家這星期去哪玩呢 巨人他實在是太蠢了 居然忘記帶手機充電線就出門了 還好我們今天約比較近的地方 他就先回去拿 那之後我們再到新的集合點一起做出發 今天的行程完全都是臨時約的啊 因為前一天晚上我們看天氣說今天會下雨 所以我們一直想說這樣到底要不要取消啊 結果我們想到一個超妙的方法 就是早上五點我們起床了 然後看天氣還在下雨我們就繼續睡 五點半在起床 然後還在下雨又繼續睡 那結果我們就這樣一路睡到七點 我們就說 我們還是出發好了 因為天氣說十一點之後 雨就會停了 我們就跟他讀十一點後一定會是老天氣 哈哈 結果到林口之後 這邊的雨越來越大耶 十一點 雨真的會停嗎 好 結果 真他媽的太省了吧 準時 十一點 我們到了桃園這邊 雨真的停了 我第一次覺得 天氣預報是真的準的耶 哇塞 被我們兩個鑽到一個好天氣啊 超爽的啦 我覺得 我們兩個每次騎車旅遊 根本就是美食之旅啊 整天都在吃好料的 你不信嗎 把影片看完就知道 那我們就先前往新竹去吃午餐囉 到新竹啦 準備吃午餐 你們看看 我說的沒錯吧 什麼機車旅行啊 我們根本就是美食之旅啊 我們兩個人點了三菜一湯 吃到有夠撐的 不過進來吃飯之前 碰到有點小狀況呢 現在沒位置啊 等到幾點才有位置 1點20 1點半 一點嗎 下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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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點20 1點20 你要等嗎 你可以先升級 去別的地方放話 一顆這麼多一點嗎 你要等嗎 對 我們先外面看一下 謝謝 謝謝 這邊先升級 好 謝謝 沒錯 我們進去之後 老闆就說 目前都客滿了 沒有位置 至少要等快一個小時 才會有位置 那我跟巨人討論說 我們都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附近走走吧 那也還好沒多久 老闆就打電話跟我們聯絡 如果說 再等一組客人離開 就可以換我們了 運氣也算是蠻好的啦 那這間餐廳叫做弄味小廚 算是一間特家小館 在Google上評價還算蠻高的喔 那其實這間我們是蠻臨找的 那我覺得他們的菜色口味上還算不錯 不會太重型 不是太油膩 還蠻推薦大家有來新竹玩 可以來吃看看 只是要記得定位啊 因為他們座位不多 而且很多人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 也真的是蠻狂的啊 山菜湯就被我們這樣給掃完了耶 吃飽啦 準備好下站出發 吃飽飯離開餐廳之後 我們決定要去廟裡走走拜拜 求個平安 那我跟巨人討論完之後 我們決定去祖南的慈禦宮拜拜 那中港慈禦宮是位於台灣苗栗縣 竹南鎮中美里的媽祖廟 其廟森列為苗栗限定的果基 那這間廟啊 它有五層樓 那一樓拜完之後要到五樓 所以它這邊很貼心的提供電梯 可以讓大家做達成 這是第一次看到有電梯的公廟啊 超酷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公廟裡面居然有電梯耶 對於我這個胖子來說 有電梯真的是輕鬆很多 那離開慈禦宮之後 我們就去明德水庫走走 去喝我覺得超好喝的檸檬汁 這個檸檬汁啊 有點隱密 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會路過它 因為你看到它 根本不會覺得他們是在賣檸檬汁 我要那個檸檬汁 兩杯 然後去冰謝謝 去冰啊 那這個檸檬汁啊 我喜歡的原因是它不會太酸 甜酸蠻適中的 其實 原本這邊算是最後一個行程了 準備要回家了 結果巨人硬是要找一間咖啡廳 進去喝咖啡 吃下午茶 所以我就說吧 說什麼騎車旅遊啊 根本就是出來吃美食的啊 有誰騎車旅遊出去是吃這麼好的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如果想看我分享什麼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東尼 我最懂你 我們下次見 掰